停车位持份分割 而主张有两个停车位 当然好处很多在卖房子的时候呢 可以一次卖两个车位来提高房屋的售价 以东区来讲多卖一个车位 就可以多卖三百万的价格 有些人就贪 那就会做了很多的小动作 住户惊呼呼 因为社区大楼地下停车场 照理说每户一车位 不过有住户把车位持份分割 就是为了再从公共空间 抢占一个停车位 有停车位的大楼住户 就会把手上的所有权状一分为二 这时候就会变成两个停车位 有了两个池份 两个停车位 就可以偷偷来多占用一个公共空间 车主偷吃步 像是原本白色车停在停车阁 不过后头刚好就卡死一个公共空间 手上池份分半车主 顺势主张这是他的停车位 另一边后方两辆车也乖乖停在停车阁 不过前面硬是多停一辆在车道上 晚上下班还会有另外一辆停进来 这种状况在老旧社区的超大地下停车场越来越多 很多住户开始将停车位持份分割 像是这里原本只规划108个车位 现在竟然可以停放超过300辆车 像是东区停车位300万起跳 分割占领公共空间之后 卖屋就可能会号称有两个停车位 偷偷提高房屋价码 其二人之一的就会告诉人家说 我的房屋有两个车位 所以有附加价值可以卖比较贵一点的车位价格 可是如果你广告说我卖的是 因此就要卖两个车位的话 那就涉及广告不实 房产专家说停车位持份分割 抢占公共空间算是钻漏洞 恐怕主管机关得想办法严加看管 记者范金文 陈建宗 陈宇山台北猜报报导